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刚刚结束的欧锦赛中 埃里克斯勒布伦横扫莫雷加德 展现了强大优势 如今两人再度交手 势必碰撞出激烈火花 首局开始 大勒布伦通过巧妙变现压制对手 迅速转入正手加速进攻 莫雷加德尝试变现 以打乱对方节奏 可惜失误 他随即加快进攻节奏 但再次错失绝佳得分机会 大勒布伦不断施压 正手连续加速 将比分拉开至8比0 牢牢掌控局势 这个意外的开局 在擦网球的魔力下 莫雷加德终于拿下一分 随后 莫雷加德开启追分模式 通过进台反手快打 压制对方制对角线 迫使对手回球出键 这球 莫雷加德打得相当精彩 正手大爆发 连锥4分 他继续发力 通过侧身进攻 再得一分 步步逼进 大勒布伦8比0的领先优势被缩小至两分 不得不暂停调整节奏 暂停回来 莫雷加德接发球失误 他迅速调整 以变现进攻 制造勒布伦的失误 分差进一步缩小 莫雷加德越打越顺 通过强劲的爆发力 连续正手进攻 将对手逼出场外 但接发球的处理不佳 让他错失反击的机会 最终 大勒布伦顶住压力 以11比9险胜首局 第二局 大勒布伦依旧通过极快的节奏展开进攻 然后 他反手衔接正手暴冲得分 莫雷加德毫不示弱 互摆后 果断反拉对手中路 在中远台队拉中 莫雷加德不断加强正手威胁 与大勒布伦展开激烈周旋 双方快节奏对攻 莫雷加德反拉失误 虽然他尝试通过直线调动对手 但因失去重心 措施绝佳机会 大勒布伦通过批长寻找机会 试图反拉进攻 然而触网出界 在进中台队决中 莫雷加德开始抢攻 主动发力 随后 他正手持续发力 将比分反超 莫雷加德的进攻更加强势 通过侧身便直线调开大勒布伦 大勒布伦发力直线出界 莫雷加德顺势拿到局点 最终 莫雷加德以11比9扳回一局 第三局开局 双方打得十分胶着 莫雷加德接发球失误 给了对手机会 在被动局面下 莫雷加德尝试反拉直线 尽管出界 手感依旧出色 在错失机会后 莫雷加德显得有些无奈 他随即通过侧身进攻 挤压对方正守卫 造成勒布伦失误 紧接着一个擦边球 彻底扰乱了莫雷加德的心态 接连的失误 使他情绪波动 越打越急躁 大勒布伦运气爆棚 发球擦边得分 再次扩大领线 这一球 两人打得相当随性 最终 大勒布伦连拿7分 以11比3轻松拿下第三局 第四局开始 莫雷加德已被逼入绝境 他尝试发长球后反拉进攻 但遗憾出界 推台防守 也未能成功上台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在对拉中 他错失绝佳机会 球再次出界 开局即被打出4比1 莫雷加德不得不暂停调整 暂停回来 他尝试搏杀进攻 但依然出界 莫雷加德越打越急躁 导致频频失误 随后的中远台队拉中 他终于通过放高球追回一分 随后 尝试发长球进攻 但结果仍然出界 莫雷加德的心态完全被打崩了 接着通过一个短球 拿下本局第三分 略显安慰 大勒布伦气势如虹 强势碾压 最终 以11比3锁定胜局 一大比分3比1战胜莫雷加德 莫雷加德是现意外协会乒乓球运动员中奥运会 是冰赛单打成绩最佳之人 曾在这两个大赛中夺得银牌 赢过王楚钦 杨静坤等中国队主力 然而在这场比赛中 完全被埃利克斯勒布伦压制 心态失衡 机无还手之力 由此 大勒布伦顺利晋级八强 下一轮将对阵亲弟弟费利克斯勒布伦 令人期待他的表现 让我们再次欣赏两位选手的快节奏 精彩对攻 对于本场比赛 你们对双方表现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去掉一眼 喝 心意